這一個 簡報12頁這一塊 簡報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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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個剪接影片的工具 我常常在用 我問一下老師 老師您 有剪接影片的需求嗎 你通常會做很多的剪輯嗎 可能不會對不對 我們可能都是 這段影片我就要那一段 對不對 或者我要剪成幾段 我要的就好了 一般來說大家如果你用威力導演 甚至對岸的剪印 雖然工具很多 可是你有沒有感覺到 輸出的時間還蠻久的 尤其你影片比較長一點的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 我覺得很不錯 它本身官方就有提供免安裝的版本 所以您可以到我的雲端硬碟來 先來下載一下 它也有繁體中文的介面 您可以從這邊先下載 那 因為現在大家可能電腦 不是你自己的 可能沒有那個可以剪的影片 所以我這裡有幫大家準備一個 我111年 講KEMR的影片 大概十來分鐘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利用這段影片來剪剪看 那你來體驗看看 它有沒有像我所講的 簡單又超快速 甚至 我有些時候 因為其實像我在 我自己平常錄影的方式 我都是分段錄影 所以像今天 其實我的檔案 已經在這邊了 在這裡 有沒有 可是有時候可能我這一段 跟這一段 我想要合併 或者我這一段蔣太長 我要怎麼樣 切開來 如果我還要動用到那種標準的剪接軟體 有點麻煩 所以我就會搭配這個 Loadeless Card 很簡單的 我就可以很快速把影片剪接好 好 老師您先下載一下 這個影片你打開之後一樣 打開之後 這個是111年的 你一樣按下載 這個MP4您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大概我記得是十來分鐘左右 這樣有沒有都找到了 有了齁 來來來 你先看一下 下載完了應該會像這樣子 這個 一樣是壓縮檔 您就直接解壓縮就好了 按右鍵 按右鍵 直接解壓縮致詞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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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這樣 有沒有 在這邊 會多一個這個資料夾 這個 點開 裡面只有一個執行檔 就是他 就是這個 這樣 有沒有問題 點開 點開它 它基本上 我已經幫大家把它設成 繁體中文的 就是長得像這樣 這樣而已 嗯 真的真的 好 我等大家一下 看 我看影片 這裡有 來 這樣OK嗎 好 我先看一下 現場老師有沒有都下載好了 來 好 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 有沒有這個 OK 點兩下 多多 好的 有沒有 欸老師如果用這邊電腦 它會出現 就是問你要 Windows已經保護你的電腦 那個藍色畫面有沒有 好 如果你有出現這種畫面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到前面給大家看一下 對對對 直接下載就好了 好,來,你看一下 在這裡 你的是英文的 好,沒關係 如果大家 你打開我們這邊 Windows 或者一般標準的應該也會出現這個 對不對 那你怎麼辦 按下面這個 下面在這個地方 這個 它有一個其他資訊有看到嗎 你只要按一下這個其他資訊 在這個地方就會出現可以執行 這樣了解 好 好,那 這個是先給各位看一下 那如果您的畫面是英文的 沒關係,沒關係,在這裡 你先看一下 Option應該是 我看一下 檔案 File這邊有一個設定 Settings 語言 我先切回英文的給各位看 你的 是這樣對不對 到File Settings 點進去 有沒有,語言就可以改變了 下面有繁體中文 下面有繁體中文 這樣OK嗎 好 那你就把那個 這個XX關掉 這樣就有了 好 這樣會了嗎 好 那等一下麻煩大家 你就把剛剛下載的影片 直接拖過去就好了 這樣丟過來 有沒有 就從這邊這樣丟過來 放開 有沒有 就進來了 這樣有比較人性化一點吧 按著丟過去 好,來 我先把 這個 還給老師 來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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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是 對 按下載 可是現在 這個 就在這裡啊 就這個啊 就打開就好 對對對 不是打開 是找 我們剛剛有一個軟體 有沒有 那個軟體在這裡 這個是影片 我要的是這個 有沒有 這個你還沒有下載 軟體是這個 下載 下載 這樣你還會覺得嗎 嗯 那這個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解壓縮是解壓縮這個 影片不用解壓縮 好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你看 這樣就進來了 對不對 好,把它放到最大好了 你看喔 我們在這邊 下面 如果這段影片 你要剪接 你看 底下 下面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兩隻手 有對不對 好 來 我們先拉動時間 就看 你要 播到哪裡 比如說我到這裡就要剪斷 那就看這個是 你的開頭還是結尾 這樣了解嗎 好 如果你這裡是我的結尾 我就按一下 你看後面有沒有就剪斷了 好了 好了 你就按 匯出 然後 就先不管他 你就按 再按次匯出 剪完了 剪完了 有沒有比你用威力導演 用那個更快一點 剪硬也要用很久 太快喔 好,來 再一次 這樣 你看喔 原本它的片段是比較長 就是完整的嘛 那你就 你的滑鼠的游標 其實你可以直接播放 你可以直接播放 看我要到哪裡 假設我播放到這邊 點一下 我到這裡要結束 就去找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是設為起點 或是設為終點 那因為我現在要的是前面 這一段 假設我要這一段 從這裡開始 我就按這裡 有沒有 前面就剪斷了 到這裡 到後面 這樣是不是就我取中間這一段 那你就可以按匯出 再按匯出就好了 這樣 有沒有 好的 我們顯示出來看看 來,你看一下 剛剛我做的 就是在這裡 這一段跟這一段 我匯出兩次 有沒有 它後面會用你原本的檔名 加上你的起點到終點的時間 這樣看得清楚了 所以其實它在做這種切割 真的好快 很方便 這個是我很喜歡它的一個原因 因為 我如果還要用到剪接軟體 真的實在是很麻煩 那 不是只有這樣子 喔 我有些時候 可能 一段影片要切成好幾段怎麼辦 各位 一樣用它就可以解決了 來,你看我先把它復原一下 我先回到最前面 來,這裡 如果你 我前面到這裡 這是第一段 那你需要第二段怎麼辦 你找右手邊 您看一下 我們的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增加第二個片段 你看喔 假設我要從這裡 我先按一個加 有沒有發現這個顏色 跟前面這個不一樣 表示這是第二段 好,到這邊再來一個 這樣有沒有第二段 好,你要再一個 第三段 因為比如說 像我們這種線上課程 那我會有休息十分鐘 那休息十分鐘要剪掉的話 我就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就變三段了 好的就按會出喔 會出 那它會問你 是要合併還是分離 有沒有 你把它變成什麼 你有兩種選擇 因為我這邊有多段 你是要這三個 一、二、三 變成一段影片 還是變成獨立的三段影片 這樣了解嗎 好,你看我按下去 在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選項 有沒有 三個段落會出的模式 要單獨的 還是你把它合併起來 這樣有清楚了喔 我先把它變單獨的好了 我先把它變單獨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一樣 這樣會出 你會發現這個速度快很多 比我們一般用那個快非常多 好 差不多好了 快好了 那它這個設定檔呢 會在你進到這軟體的時候 順便幫你做設定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發現 好像有一個檔案 你好像不認識的 有沒有 就是你剛剛那個 剪裁的那個位置 它會幫你保留下來 它就會自動幫你存檔 都放在跟你原來的目錄 那個檔案的位置一樣 你看 1 2 3 有沒有變三段了 就這麼快啊 所以 我還蠻喜歡這個的 就是像這樣子 那 相反的 如果今天 來我開一個新的 我把這個先關閉一下 如果 我今天有兩個段落 我想要合併 比如說兩段影片 三段影片 我要合併起來啊 那你看我就把它丟進來 我這裡先改一下名字好了 這個是01 然後這個變02 這個變03 好 那我這三段想要合併起來 你就按著丟進來 你看 這樣 在這裡 你可以自己調整順序喔 如果你要這樣 有沒有可以丟掉 就這樣子 好 那我確定了 合併在這裡 這樣子 就可以把這三個檔案 直接變成一個檔案 就好了 夠快吧 如果你用威力導演 你應該知道 要先去喝杯咖啡再回來嘛 哈哈哈哈 你看這樣就好了啊 對啊 你看他 黨名會拿第一個 然後後面加一個merge 我剛剛是01開始嘛 所以他就是01merge 那這樣子呢 這段影片就合併好了 這樣各位有沒有感受到 這一個好用的地方 因為我常幹這種事 因為有些時候我分段錄影 有時候會錄比較多 或者是同一個段落 但是剛好它跳掉了 我就把兩段再合併起來 好 所以這個是我蠻喜歡的一個影片剪接的工具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 可以齁 就是 老師如果有需要這種 剪輯的 比較快速剪輯 你不是要做太多 這些所謂的特效啦 或者是 加什麼文字 加這些 插圖的 用這個就很快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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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